HELLO 大家好我是腦哥 很多币圈人呢都會加入一些社群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一起交流一起分享盤式 大部分的台灣人使用的社群是LINE 可是LINE呢其實在整個以國際币圈社群來說 是一個比較難用的軟體 第一個它滿人只能5000 第二個它是有記事本功能 它的記事本功能也是蠻糟的 還有一個最糟的就是 基本上只有台灣人會在用LINE 大陸人啊馬來西亞人或者是其他國家人 很少人在使用LINE 甚至他們沒有辦法使用 這導致了其實很多國際的資訊 是大家很難一起交流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币圈人呢喜歡用的是 Telegram 或Discord Telegram比較接近LINE一點 就是一個簡單的聊天室 而Discord呢是更Hardcore的币圈人 甚至NFT項目方NFT成員 他們愛用的軟體 很多新手小孩币圈人進去Discord的時候 會有一個難以適應的一個情況 因為你看你現在點開Discord 哇 右邊有一排東西 中間這是什麼 然後左邊又一排 然後左邊大概是點點 這什麼意思其實很難懂 我前期也是認為說 我大部分的用戶是新手小白 那我們就在LINE上面聊天就好 可是終究小白也是會掌炸 也是要接軌國際的 那事實上 做一些比較適當的規劃 那現在呢開啟了 用下面連結你就可以免費進群 當然如果你還沒有註冊的話 你點擊的話 他會讓你先註冊帳號 那進群之後呢 我們先來帶大家導覽一下 你會看到什麼東西 首先你一開始看到的不會像我這樣 左邊有一大堆的小房間 我們會需要先確認你有讀過我們的社群規範 不能在那邊亂貼廣告 不能人生攻擊等等 然後在這邊點擊這個大拇指 叫REZML告訴你的 點擊完上方大拇指按鈕 你就可以到各種頻道了 那點擊完之後 他也叫你說來點擊這個 頻道指南 我們就可以簡單的告訴你 我這麼多的channel裡面 分別是幹什麼的 那Discord社群跟LINE社群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LINE社群它就是一個討論式 就是所有人 所有的話題都在同一個討論式面聊 那這樣當你有不同的議題要討論的時候 很容易資訊就混亂 那Discord呢 它作為一個更厲害的社群軟體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分頻道 英文叫channel 這一整個DC社群 它的專業的稱呼叫做一個伺服器 那這一個一個小房間 它的專業的稱呼叫做頻道 所以一個DC群裡面 可以有很多的不同頻道 私職不同的事情 比方說你看到這邊有公告專區 那很明顯就是要公告一些東西給你聽的 然後對了Discord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優勢 就是它可以放各種有趣的機器人 比方這個Mi6機器人就是非常常見的 它其實就可以一直在有快訊的時候 就可以通知給大家 所以你可以在最新消息看到跟腦哥有關的各種快訊 你可以在官方連結看到哪些是腦哥有合作的 無論是交易所或者資產管理平台 那通常擁有合作的註冊連結註冊 都還會有額外的小小的用戶的收益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現在你使用的币圈平台好像不夠多 也可以在這邊看一下有沒有你喜歡的 币圈日報這個是我們有在做的日報 每天啊就是大家如果看影片的話會有這個周報 那日報可能會是更快的一個獲取資訊的方式 那下面有文字頻道很簡單 菜鳥新手村就是如果你覺得說你現在問的問題很菜 你不太敢在大的聊天室跟大家講的話 就在菜鳥新手村問就可以了 那聊天室就是正常聊天室就是大家就聊天 明英跟圖就是很币圈嘛 明英文化非常盛行 如果你喜歡明英的話 歡迎來這邊分享創作或者是看大家的 那你發現說像我們聊天室其實這個聊天的密度 沒有我們LINE群來的多 主要也是因為這個才剛開啟 我還沒有特別去PUSH 所以現在人比較少 但是我也是很期待說將來 不但可以有越來越多人來這邊聊天 台灣以外的朋友也可以在這邊大家一起交流 那其實呢我之所以要監控這個Discord群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Discord的語音頻道 非常的強 通常我們會點擊這個包廂模式 像我這樣點進包廂模式 任何其他人點點進包廂模式 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線上在聊天了 或者是有些時候我們會辦AMA 會用這個舞台模式 點進來你就可以聽到一些大佬的交流 這個部分也正好是我們最近開始啟動的一個社群活動 我把它叫做群友分享會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比起只能當一個接收者 有很多的群友其實自己很有料 而且也是願意出來說分享自己的資訊 包括我們之前有一位群友就分享了一個 他最近看到一個很新的以太方的幣叫做Kento 他發現說他上面有一些大戶的動作啊 說不定未來會有一些機會 他就可以在這個群友分享會 分享給大家 有興趣的人就可以來聽 那你會發現說分享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交流相閃 第二個你在這邊講話也可以認識其他朋友 可以激盪更多的想法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們說必須是去中心化的嘛 那很多就是群組一個人 或是群組他的一些核心團員去做一些事情 但我覺得所謂我們要在去中心化 共同擁有的前提是共同要能夠貢獻 這應該也蠻好理解的 總不可能說我們現在這個組織有一堆人 每個人都可以享受 那只有一兩個人在工作 如果有人拿這個東西去號召的話 聽起來就是一個詐騙的騙局 我認為比較真實的情況是這個組織 他的享有的利潤可以大家共同擁有 但是有機會每一個人都可以共同的在這邊貢獻 那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創造一個真正好的組織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是Discord這個語音頻道 我們可以用群友分享會這種方式來試圖去追求的 另一種情況是Discord大家常常會辦AMA AMA就是Ask Me Anything 很多B群項目呢 他們會在推廣的時候 會派出他們幾個大佬 來直接跟群友們介紹 直接在線上介紹這個項目在做什麼 前陣子BigGate的董事總經理Gracy 也有在我們辦一場AMA 通常我們的AMA那個傻獎勵都是傻的 非常的大方的啊 這個大家去我們LINE的群友就知道 還有一個下面聯繫我們 你可以在這邊選擇開票聯繫 然後點擊這個Create Ticket 接下來你就可以在左邊呢 找到他在告訴我我Ticket是0083 我就可以在這個0083 跟Discord裡面的管理員做私訊 因為有些時候你想要就是 就是想要問一下我們的問題 但是並不是想要公開給大家知道的事情 然後你想要跟到我會告白什麼之類的 這邊就是等於說是一個客戶的專具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跟我們聯繫 最後一個這個現在才講到 Discord啊因為如果你加了各種 你看像我加了這麼多一大堆有的沒有的群 有時候你加進去啊 會有一些詐騙或資金盤會私訊你 跟你講一堆有的沒有的資訊 我們第一件事情通常是要把它關掉 左下角這個使用的設定點進去 選擇隱私與安全 在這邊允許來自伺服器成員的私人訊息 然後我們把它關掉 這邊問你說是否要把你Disc上所有群 都套上這個設定 我們建議是 那這樣等於說現在我在Disc 加入任何群裡面 他們的陌生人都不能私訊我 一定要加我好友之後才能私訊我 這個會擋掉很多那種span message 詐騙訊息啊 好以上大概就是我們這個Discord群的一個導覽跟介紹 歡迎大家可以多多的進來交流分享 關於我們群友分享會的訊息 我們也都會同步在Instagram上面幫大家去宣傳 也就是說你不用擔心說你在這邊跟我說你要辦群友分享會 但根本沒人知道沒人進來 不過我們IG上也是有兩萬多的粉絲 我們LINE群Discord群也都很多熱心 也願意吸取新知的群友 會願意聽很多的內容 歡迎大家就開票告訴我們說你想要主獎 或者是什麼樣之類的 也歡迎隨時密切Follow我們的IG訊息 因為也許會有這些免費的訊息 可以聽跟交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如果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我興趣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讓YouTube很想法 只要我們想看加密貨幣的內容 所以比特幣就會找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其他留言區 或者是來我的Discord群問我 好那這樣了 是腦哥 我們下期再見 Peace 如果你想投資加密貨幣 卻還沒有帳號 可以使用底下的BIN連結註冊 BIN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用底下的連結 還可以享有交易手續費20%的反切 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聰明投資 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網連結 派網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資交易所 一樣使用推薦連結 可以享有20%的手續費折扣